各大書店裡的人潮源源不斷 民眾全擠在同一書區前 都是為了搶買 剛獲得2024年 諾貝爾文學獎的南韓作家 韓江作品 南韓民眾超興奮 喊出判南韓文學 像BTS一樣傳遞到全球 獲獎消息一傳出 韓江作品銷量 奏增上千倍 網路書店一度當機 根據最新統計 韓江的著作在獲獎後 不到一周 已經賣破百萬大關 南韓各地書店庫存紛紛告慶 其中以韓江的代表作 《少年來了》 素食者永不告別銷量最多 印刷場機器全開 都是為了不斷追加的訂單 由於韓江是南韓第一位 貨班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不僅在南韓引起轟動 甚至紅到 韓江說得知消息後 低調與兒子簡單喝茶慶祝 但內心仍感到混亂 預計將盡快完成手上作品 在籌備十二月出席頒獎的感言 儘管有諾貝爾貴冠加冕 仍想踏實用文字 持續刻畫生命故事 小新聞有環環報道 中文字幕志願